游戏玩不好,喜欢凑热闹,大家好,我是布林冰糖葫芦 天师剧本一次上线三个武将,西游卡黄斧松直接进入草飞体系 骇士枪稍后继续更新,别忘记关注哦 普通卡张宝和张良两位大哥,自带战法比黄斧松还复杂,主要和张角主队 加上剧本特色玩法天宫道庙,官方真的买了太多的细节 今天就来说说黄金盾 十赞出体验,打架很强,但别首发哦 先来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给宝宝点点赞吧 战暴来源,十三区,八杨之甘露 在之前张宝深度分析一期视频中我们说过 他是为张角量身打造的辅助,契合度甚至在鱼籍之上 自带战法,飞杀走石,效果一,水空两回合低伤害 杀暴两回合中量伤害 效果二,技术回合减敌军两人智力36点,受智力影响,持续一回合 效果三,偶数回合随机兑换敌军单体武力和智力,持续一回合 整体看是辅助张角,降低敌方智力的战法效果 每种在实战中的稳定性和对战果的决定性各不同 而稳定性最低的效果三却是改变战局的大招 来看这场对战高红设计功,陆迅三次火烧只有将近1.3万的伤害 战暴详情中,陆迅在第一回合给张宝加了灼烧,触发藤甲伤害,这时伤害是1445 第二回合又触发了带有破阵效果的藤甲伤害,这时伤害2263,烧的还是非常的疼 但是紧接着张宝发动了飞杀走石,把陆迅的智力转到武力上,这时陆迅智力只剩下127 第三回合的藤甲兵伤害因为陆迅智力的降低变成了525 所以前面分析说,张宝战法的效果三是黄金盾的大招 藤甲兵的伤害是济石型,会随进攻和防守双方的智力或减伤影响 从这些战暴可以看到,双解控保护的武雷发动次数就是两次到三次之间 这和张角的等级有关 但是不推荐大家首发黄金盾,原因是张角本身打地不行 张宝和张良都没有恢复,战法更偏向于PVP,所以打地更痛苦 其实,位属无群四个阵营里有很多类似张角PVP强但打地弱的将 所以张角阵容最好放在二三队出 宝宝这个赛季二队北伐枪,三队黄金盾 这时天宫道庙刚好开始 如果你的战法点不够前期两队,又想主而张角 可以参考之前的张角48小时开荒攻略 带着灵机制胜链级,期间千万别扫七级地,克制战法太多 43级之前只打七同链级,之后可以考虑换打架的战法 去打几块高级地过渡到45级,就可以去常驻战场了 如果选的是黄金势力,等天宫道庙开启后转成3S弓兵 再给张宝配上武当飞军,链级会更加顺畅 天宫道庙是黄金势力的特色 有几率把主将负面转移到副将 网传封尸阵的负面可以转化,实测并不能 但是行一阵可以 行一阵除了携带者提高60点主属性外 还会在战斗中随回合变化四种效果 增伤、减伤、降伤、易伤 张角每回合提高的易伤都可能触发天宫道庙转给副将 也就是说配行一阵的张角挨打不会比副将疼 而且还有增伤 张角是阵容核心输出 它不被控是最关键的 所以天宫道庙就相当于是40%几率的强化版净化 不过触发概率不算高 两到三回合才有一次 后续剧本没有这个效果 也不影响黄金盾的强度 不必太纠结 糖葫芦这个赛季会测试以下阵容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见